这选举剩下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 那么究竟目前的选战最新状况如何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选情速报 把时间交给主播六汉竹 好了杨倩 好了杨倩 决战2012选情速报 现在距离总统大选呢 只剩下倒数12天 22小时了 那我们带您掌握最新的选举情形 我们带您看的是 今天是元旦 把握101年的第一天 总统马英九下午是立刻展开了 他的选战行程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他是替党内立委候选员 谢国良来造势 新加密曾进 元旦第一天 马总统冲刺选旗 下午到基隆拼选举 现场手头足跟马总统对话 很多人都说我们的马总统无能 那他是真的无能 他是什么无能呢 他是贪腐无能 还有选举无能 一听到无能 马总统当场脸色尴尬 还好听到后面几句 才松了一口气 总统元旦造势 火力全开 猛批对手 他这样的污蔑我 弄错了也不道歉 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 这一点我对蔡主席 佩服无比 这种人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不能够说这样的乱污蔑别人 然后假装还没有发生什么 好了最近又来了 又说我们监控他 就我被你监控 我们监控你了 批蔡一文这一抹黑人后 还反咬对方一口 选战剩下14天 马总统卯足全力 催选票 批蔡不手软 全新闻 林柏瑜 基隆采访报道